第1491章 施香俊出手 你竟然知道家母 你到底是谁 那刺耳尖锐的声音稍微清晰了一些 却带着一种金句 果然没有猜错 宁城哼了一声 随手就卷起一道道汹涌的道运 在斩念台被他轰碎之后 这轮回通道开始出现裂痕 咔咔的声音传来 这通道中的道运开始破碎 一切开始坍塌 住手 那金颤的声音再次尖锐起来 不但尖锐更是充满了一种金句和后怕 住手 宁城冷笑 无论对方是施琼华的什么人 让琼华神魂俱灭 宁化为雕像 他也不会助手 轰轰 斩青轮回到的垮塌越来越密集 此刻不但是道运散裂 通道垮塌 就是其中的规则也开始碎裂 求你饶了我 留下我九转圣道池一脉 那声音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宁城相差太远 开始求饶 宁城看是清楚 这道魂魄残念躲在一面铜镜之中 饶了他 宁城不但要灭掉九转圣道池的轮回通道 就是这一面镜子 包括这面镜子中的魂魄残念他 也会灭得干干净净 哄 宁城又是一拳轰出 靠近镜子旁边的通道跟着碎裂 铜镜落了下来 悬浮在了虚空之中 铜镜中有一个惊恐的影像 影像似乎还在不断求饶 宁城猜测 这一面镜子 很有可能就是法宝九转圣道池 哪怕是九转圣道池 他也不会在意 依然举起了拳头 拳头中盗蕴席卷就要一拳轰下去 在宁城拳头即将轰向的时候 他突兀停住 看着后方淡淡地说道 既然来了 有什么话说就快点 我没时间和你啰嗦 多谢宁道君手下留情 一道交集的声音传来 跟着这道声音出现的是一个苗条的身影 诗香俊见过宁道君 这身影一落在地上 就对宁城躬身问候 宁城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 没有废话 如果琼华没有事情 他还会给诗香俊几分面子 现在琼华被诗香俊的私生女化成雕像 他岂能释怀 就算是诗香俊来了 他该杀的 还是要杀 诗香俊的境界没有变 宁城知道他的实力 比当初刚见到的时候 强大了一倍都不止 不但如此 他周身道运更是凝实清晰 可见将来的成就会更高 看来 他在混乱内戒得到的好处应该不小 诗香俊一看见宁城手中的诗琼华 瞬间就明白了 宁城为何之前对他如此尊敬 还称呼他前辈了 人家尊敬的不是他诗香俊 而是因为他的后人和宁城有关系 现在那和宁城有关系的诗家后人 被他女儿所伤 宁城会简单放过 才是怪事 他经历过混乱内戒夺宝 对宁城在混乱内戒的事情 清清楚楚 宁城不但夺走了一道鸿蒙道运 还在四名绝顶大能的暗算下 从容退走 邱夕 你太过分了 为了跨入大道 竟然利用诗家后人 为你剧念斩情 诗天和对宁城没有理睬他 心里很是清楚 宁城是在等他处理这件事 如果宁城手中的女子无法行转 恐怕就算是他诗天和说再多 也是无用 那镜面中的影子 在看见诗香俊后 忽然不再颤抖京剧 而是用模糊的声音嘶叫道 我是过分 你当年对我做过什么 我只是你贪念一夕之欢的遗留而已 你为了大道 将我丢弃 若不是为了弥补你的愧疚 不让大道有痕 你会将九转圣道池留给我 我发誓 终究有一天要告诉你 没有人在意我 我一样可以跨入至强大道 因为太过激动 镜子中的身影越发模糊 诗香俊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他抬手打出了数十道道运气息 将那面铜镜禁锢住 镜子中的影像渐渐隐匿了下去 诗香俊一言不发 巴掌不断地拍打下去 很快 那面镜子就发生了变化 慢慢地幻化成了一个雾矮环绕的池子 这个池子让宁城想起了 当初他去九转圣道池看见的那个池子 诗香俊的脸色更是苍白 在这九转圣道池出现后 他才对宁城说道 宁道君 他叫什么名字 你将他给我吧 宁城已然明白了诗香俊做的事情 这是要从九转圣道池的法宝中 再次找回诗琼华的魂魄 宁城心里激动起来 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幸好诗香俊来了 否则就算是他想到这里一点 也知道这一点 他也没有办法找回穷华的原神魂魄 就算是他突兀地置住诗香俊的女儿 也无济于事 这一面镜子 除了诗香俊可以从他女儿手中 毫无意外地夺回 恐怕没有人能够做到 九转轮回池 几乎等于秋夕的一部分 这东西他一旦练化 或者是一旦掌控 其中的任何意念魂魄也都消失 那个时候 诗琼华是真的神魂拘灭了 他叫诗琼华 宁城说完 小心慎重地将诗琼华报给诗香俊 诗香俊一样小心地接过诗琼华 他可以感受到诗琼华在宁城心里的地位 这一刻 他甚至有些羡慕 当初他之所以抛弃一切 去寻求大道 除了和他修炼的大道有关系外 还和那个抛弃他的男人有关系 诗香俊强行斩断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回忆 将诗琼华送入了九转圣道池上空的物矮之中 在层层物矮包裹住诗琼华后 诗香俊不断地轰出手印道诀 宁城虽然没有修炼过九转圣道诀 他的眼光和大道远胜于诗香俊 熟悉之后 就明白诗香俊的做法 诗香俊是在这九转轮回池中 寻找诗琼华的一切意念气息和残阳魂魄气息 尽管宁城没有继续动手 宁城之前拍出的道运 还在影响着这个斩情轮回道 轮回道中的轮回道运河规则 依然在不断地碎裂 垮塌 在第49天过去 诗香俊终于停下了手印 抬手将诗琼华托起 送到了宁城的手中 宁道君 琼华的大道都被毁去了 我这里还有九转圣道 宁城接过诗琼华 对诗香俊摇了摇头 止住了诗香俊继续说下去 此时琼华依然是禁闭双目 不过他再也不是之前的冰冷 犹如雕塑一般 而是有了一丝生机气息 整个人也柔软下来 只是没有睁开眼睛 宁城明白琼华的状况 琼华魂魄魄虽然回来了 却受损严重 还需要瘟养 最好是留在天地之间 吸收天地规则气息 然后用最顶级的瘟养魂魄之宝 对宁城来说 瘟养魂魄魄 他有的是办法 诗香俊显然也知道 宁城会做得比他好 干脆没有解释 对诗香俊说的九转圣道绝 宁城心里冷笑 琼华历尽磨难 数次都是差点允趣 就是因为修炼九转圣道绝 这个垃圾功法 没有九转圣道绝 琼华哪里有这么多事情 多谢香俊倒有了 至于九转圣道绝 这种功法 就别拿出来给琼华了 琼华现在根基尽损 我会给他别的功法 诗香俊功身对宁城毅礼 虽然都是我施加后辈 这件事 香俊有最大的责任 香俊不敢向宁道君求情 如果道君要带走秋夕 香俊将这九转圣道吃法宝 留给道君 宁城淡然说道 你能及时赶到 让琼华没有神魂俱灭 我已算是很感谢你了 至于你那部宵女 你还在自己带回去教养吧 多谢宁道君宽宏大量 香俊告辞 诗香俊再次感谢了一声 本来他来五太阶卫面 不是为了这个女儿 而是想要拜访宁城 想要跟在宁城身后 一起前往造化之门 现在出了这个事情 就算是他脸皮在后 也不好意思继续提出这件事 宁城没有理会诗香俊 他带着诗琼华 直接撕裂了太义虚空 几乎是一步 就落在了太宿界 第1492章 第二枚剑木钉 宁城一跨入太宿界 洛飞和燕记就飞出太宿山 显然他们一直在等着宁城回来 在洛飞和燕记身后 若兰 楚曼河 奥武道君 敖蚕等人 纷纷迎了出来 哥 宁若兰在看见宁城的那一瞬间 一颗心总算是落在了地上 随即他就注意到了 宁城怀里的施琼华 父君 琼华姐怎么了 己洛飞也看见宁城怀里的施琼华 跟着就紧张地问道 他在跨入第三步的时候 出了一点事情 我们回去再说 宁城的话突兀顿主 随即皱眉问道 孔兄是怎么回事 他的神识瞬间就感应到了 孔仔在疗伤当中 而且伤势还不轻 看孔仔的样子 这伤似乎是很久之前受的 是祝樱花干的 混乱内戒开启五万年后 祝樱花突然来到了太宿界 他要毁掉太宿 结果孔仔前辈出手 和那个女人在太宿界外大战一场 没想到孔仔前辈竟然不是那女人的对手 后来伸芸前辈及时赶到驻权 结果两人对付 那个女人一个也落在了下风 楚曼和连忙解释道 祝樱花那个女人 宁城虽然不是非常了解 却清楚 这是一个歹毒无比的女人 而且 为了达到目的 是不择手段的 她如果战胜了孔仔和伸芸 那就绝对不会留下太宿界 后来如何 宁城明知道太宿界安然无恙 祝樱花应该是被挡住了 但她心里依然有些后怕 祝樱花能一个人战败大帝道军深云 和仁王道军的联手 肯定是实力大仗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个女人在混乱内戒 也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好在秦木天没有过来 若是秦木天过来了 太宿界恐怕早已不存在 在武太界 没有人能够挡住秦木天 宁城心中下定决心 这次无论如何 也要将太宿界完善一下 然后将太宿界的护界大阵再次升级 完善太宿界缺少横壤 她也不等下去了 之前缺少横壤 她是无能为力 现在她和解成功 就算是缺少了横壤 她也可以借助自己无上的大道规则 来完善太宿界 一边的宁若兰接着说道 后来来了一个很古怪的人 她一来就出手帮助孔前辈和申前辈 对了 哥 我好像看见了灰杜杜 她在那个怪人的肩膀上 只是他们战斗起来 道运纵横 我无法看得清楚 若兰 你确认是灰杜杜 宁城心里一惊 赶紧追问道 宁若兰犹豫了一下 不是很肯定地说道 我不敢确认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她对我很亲切 只是后来 那个怪人败走 祝樱花追了过去 然后两人都再也没有回来 孔前辈和申前辈 都是那一战中重创 一直疗伤到今天 若兰 你将那怪人的影像凝出来 让我看看 宁城神色凝重地说道 在离开太宿界之前 她的朋友中 孔仔的实力是最强的 还有谁的实力 比孔仔还要强 宁若兰抬手凝聚出来 一个模糊的影像说道 这就是那位出手相助的前辈 因为当时大战道运太过强悍 我看的也是模模糊糊 一边的楚曼河 在宁若兰凝聚出来的影像上 修改了几下 那模糊的影像 稍微清晰了一些 这是苍卫大哥 宁城激动地叫道 他说 谁会出手相助太宿界了 原来是苍卫 苍卫来太宿 肯定是听说他在太宿 没想到 苍卫还没有见到他 却和祝樱花一场大战 最后还战败走掉 哥 你认识这个出手相助的前辈 宁若兰赶紧问道 宁城宁重地点点头 认识 不但认识 而且我之所以能够回到地球 将你带走 也是苍卫大哥帮忙的 他对我有大恩 啊 宁若兰惊了一声 随即说道 那个女人去追苍卫大哥 苍卫大哥岂不是有危险了 我们怎么办 宁若兰和宁城一样 恩情看得极重 以哥哥的说法 如果不是苍卫大哥 恐怕他这一辈子 就再也见不到哥哥 在修真界 不要说几十年 就算是几万年 也是眨眼而过 几万年过去 哪怕哥哥再回到地球 地球上的他 也早已化成了枯骨 在确定了 是苍卫出手相助后 宁城的心里 也是担忧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他几乎可以肯定 苍卫肩膀上的兽宠 就是灰嘟嘟 灰嘟嘟同样认识苍卫 如果相遇 自然会跟在苍卫后面 苍卫大哥有险 我无论如何 都要去相救 熬残 宁城说话间 取出了一个玉盒 大哥请吩咐 熬残虽然没有说话 但宁城的话 就是他的一切 宁城将玉盒递点熬残 这是陆会主的 素身宝物 罗魄先怜 以帮忙 带着去一趟 玄黄天外天 还有顺便也留点 给廖千罗 他好歹 也是为了太一劫肉身被毁的 大哥放心 我必定会将这件事办到 熬残说完 更是半点都不耽搁 直接前往传送镇 如今太宿界 和玄黄天外天 已经有数个 未免传送镇相连 来去再也不用数年时间 熬残刚走 宁城就赶紧上前一步说道 孔兄 你伤势未愈 怎么出来了 孔仔此时 正从玄黄宗虚空跨出 只是他周身道运散漫 实力比起当初刚来的时候 都远是不如 宁兄 看到你回来 我就放心了 我的伤不碍事 当年我受伤 比这不知道中了多少 不也挺过来了 孔仔落在宁城面前 笑淫淫地说道 宁城心里正在傲骂 当初在混乱内戒 他竟然没有寻找 多少顶级疗伤的宝物 孔仔就继续说道 这次我和深云 多亏了那个出手相助的朋友 否则我们两人 也不是祝樱花的对手 那位出手相助的朋友 实力其实不会比祝樱花弱 只是他出手相助的时候 已经是受过伤 这才导致我们三人 勉强挡住了祝樱花 而且他祭出开天福 恐怕是为了 引走祝樱花 不让祝樱花对太速动手 宁城听说 仓位的实力 不比祝樱花弱 顿时大喜 以仓位如此强悍的实力 到底又是谁能伤了仓位 见宁城沉思 孔仔又说道 那祝樱花追杀仓位 应该是为了一张开天福 我认为 祝樱花很难追上仓位 这里也不用担心 等我设好了后 我准备和深云 一起去一趟混乱内戒 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喝一点残汤 孔兄 你不说我倒是忘记了 宁城赶紧取出了一枚戒指 神念横扫之间 戒指尽致 被宁城直接撕开 当初他抢夺了那胖和尚的戒指 因为和洛飞 燕姬一起 一直没有去打开这戒指查看 胖和尚的世界他 虽然没有得到 但胖和尚在混乱内戒 得到的大部分东西 都是临时放在戒指中的 这家伙 到底在混乱内戒 搜刮了多久啊 当宁城看见胖和尚 戒指中的东西之时 也是倒吸冷气 这里面 简直就是另外一个光明库 也许里面的顶级宝物 不如光明库多 同样也是没有一样差东西 天凤佛墓 苍龙巾 踏泊土 竟然还有两枚混沌原果 这可是最顶级的疗伤至宝 无论你修为多强 只要盗运元神受损 神魂石海 重创等等伤势 这种盗果 基本上是一枚就可以解决问题 宁城抬手就抓出了一枚混沌原果 他还没有将这枚原果 交到孔仔手中 就被一枚小小的树钉惊住 他赶紧将这原果丢给孔仔 伸手将戒指中的那枚树钉抓了出来 这事见目定 孔仔还没有来得及惊叹混沌原果 就看着宁城手中的树钉惊声叫道 第1493章 剑木之争 孔前辈 什么是剑木钉 宁若兰问道 尽管宁城和孔仔交情匪浅 兄弟相称 但是宁若兰依然尊称孔仔为前辈 孔仔宁重地说道 我对剑木了解的 没有大地道君身 要说这一方宇宙中 对剑木最了解的人 身凶肯定是其中之一 身凶已经来了 看他怎么说 宁城也看见了申云过来 申云不是住在玄黄宗 不过宁城对孔仔的话没有怀疑 申云是大地道君 若是论生长在大地上的灵物 的确是没有人比大地道君更加精通的了 孔仔说话间 申云已从虚空跨来 对宁城一抱全说道 申云见过宁道君 恭贺宁道君实力再进一步 申兄 你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逃来的一半 申云一落在面前 宁城就感受到了申云的气息 有些凌乱 申云本身就有伤在身 此时周身道运更是散乱 申云神色略显尴尬地说道 的确如此 我虚空中遇见了一个强者 一战之下 我竟然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那家伙也有伤在身 我一路逃回了太宿间 本来 孔仔冷哼一声 本来想要 拉我电背对不对 哼 申云神色更是有些尴尬 孔兄 只要有你我在 加上太宿的护接大阵 肯定可以挡住那个家伙 孔仔继续哼道 你做梦 我才不会为了你那点破事 去得罪狠人 申云呵呵一笑 现在宁道军回来了 自然不会有不开眼的 来对付太宿间 大家都明白申云的意思 宁成在太宿间 任何想要到太宿间闹事的家伙 都是作死 宁成并不以为意 就算是秦暮天来了 他也不惧 更何况 一个和申云对战 还让申云逃走的家伙 他只是 打开手掌问道 申兄 之前多谢你帮忙挡住 住樱花 护住了太宿间 请问一下 申兄认识我手中的这枚 没等宁成讲话说完 申云就惊声叫道 宁道军 你哪里来的剑木钉 宁成知道这枚钉子 肯定非同寻常 就是剑木的名头 他也听说过 但是对剑木的详细描述 还有剑木钉的来历 他还真的不清楚 还请申兄指教 什么是剑木钉 宁成说话间 将手中的剑木钉 放在了申云手中 申云激动地捧着剑木钉 喃喃自语 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说道 剑木是五行宇宙 至高无上的开天巨术 主宇宙一切生机平衡 相传剑木成长在 五行宇宙之巅 最后为杜沫找到 杜沫是谁 宁成问道 申云眼里露出尊敬的神色 若是论起名声和实力来 五大圣主加上十大道君 也没有杜沫的名声大 杜沫还有一个尊号 那就是五行圣主 五行圣主 宁成想起了秦穆天 秦穆天是光暗圣主 杜沫既然是五行圣主 那至少是不会 比秦穆天弱的了 杜沫在得到剑木后 实力更是暴增 道横几乎是无人可及 但是剑木的消息也传了出去 后来有众多强者来 寻找杜沫要平分剑木 杜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人 在杜沫看来 他的实力 根本就不用拒任何强者 这种拒绝 引来了一场大战 说到这里 深云举起手中的剑木钉继续说道 杜沫很快就为他的强势付出了代价 因为那些来寻找杜沫的强者 每一个人都是无上至尊强者 他们拥有最厉害的宝物 尽管单打独斗 杜沫一个都不拒 但是面对这么多强者 杜沫双拳也难敌四手 他在众多强者的围攻下 肉身破碎 神魂溃散 深云叹息一声 到了最后 杜沫不得不将剑木化为剑木钉对敌 那些强者虽然强悍 在联手对付杜沫的时候 都已经重创 再在剑木钉的攻击下 顿时溃散死伤惨重 有几人更是重创逃走 至于结果如何 无人得知 深云前辈 那围攻五行圣主的 都是些什么人啊 宁若兰问道 他对这种远古往事 最是在意 深云略微思考了一会才说道 我曾经看到的信息 也不是很全 我能知道的 有一个是西方宇宙的佛主 还有一个是光暗宇宙的圣主 和明和天尊 宁成心里暗自惊叹 这争夺剑木的 都是一些什么强者 他的实力 恐怕也无法说 能和这些强者相比 他很清楚 深云说的那个 光暗宇宙圣主 不是秦木天 而是秦木天之前的那个人 他去过光暗宇宙 知道秦木天之所以能成为 光暗宇宙的圣主 就是因为干掉了 他原来的主子 之前宁成一直还在疑惑 奴才干掉主子的事情 不是没有 有多艰难可以想象得到 那秦木天 就算是资质再牛 机遇再好 也不可能干掉 真正的光暗圣主吧 不过现在 听了深云的话后 他完全明白了过来 光暗宇宙原来的圣主 之所以被秦木天干掉 不是因为那个圣主不行 而是因为那个圣主 在和五行宇宙的 圣主大战之时中创了 光暗圣主中创后 自然是逃回了 光暗宇宙疗伤 没想到加奴造反 将他干掉 至于那西方宇宙的佛主 宁成倒是听说过 之前被他杀掉的胖和尚 就是这家伙坐下的第六尊 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恢复了 如果没有恢复 将来恐怕是一大祸害 深兄 请问那明和天尊是什么人 宁成唯一没有听说过的 就是明和天尊 华夏远古神话中 倒是有一个明和老祖 宁成现在也不敢肯定 是不是同一个人 就算是紫霄道人 和混沌道君 和原来的传说 也有些差异 深云摇了摇头 对此时 我只是知道这些 至于明和 光暗圣主 还有那西方佛主的来历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宁成没有再问 取出另外一枚混沌原果 递给深云说道 深兄 多谢你相助孔兄 保住了太苏剑 这枚原果 是我从混乱内戒得到 就给你疗伤吗 深云是大地道君 岂能不知道 混沌原果的逆天效果 他眼露欣喜 赶紧接过感谢道 多谢宁道君 我深云好歹也是太苏人 任何人想要对付太苏 都要从我深云的尸体上跨过去 深云原来想要融合太苏和剑 在见识了宁成的强大后 再也不敢有这种心思 最后索性和孔仔一般 另辟途径寻求和剑 宁成感受到深云的变化 他抬手拍了拍深云说道 深兄 如果你不介意 以后我们兄弟相称就好 其实 融合一戒和剑成功 也没有多大的能力 真正的和剑境 不是融合已经存在的一戒 而是融合你自身之戒 深云露出茫然的表情 宁成说起来简单 但是其中的大道途径 却是极为复杂 自身之戒当然可以和 可那不是越来越弱 当你凝聚自身规则 凝聚自身之戒的 再在自身之戒中衍生天地 你就会知道 那有多强大 也许这很难 有一条路 你们倒是可以一试 借助自己的规则世界 衍生属于自己的本源 然后斩掉原来感悟的规则 用自己的本源 重新衍生规则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 也许是千万年 也许是数个千万年 宁成耐心详细的解释 不但深云 就是孔仔等人 也都在聆听宁成的话 宁成的话 在他们的大道中 种下了一颗种子 正如宁成说的那样 也许现在还无法发芽 但无数年之后 谁能肯定 他们不会成为 下一个十大道君 五大圣主 多谢宁兄解惑 尽管深云听得 不是非常明白 但他相信 只要用时间去积累 终究有一天 他会寻找到 宁成说的这一条路 对于和宁成兄弟相称 他是太乐意了 宁成和孔仔是好友 他和宁成之间 本来是有些间隙的 现在宁成主动 放弃了这些间隙 他深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宁成笑道 不用客气 将来只要我还在太宿界 你们有什么无法理解的悼念 都可以和我探讨一二 说完 宁成对宁若兰说道 若兰 你将你穷华姐抱回去 我要重新凝聚太宿界的规则 完善太宿界 道君 你找到横嚷了 闻讯赶来的黎凤远远 就听到 宁成要完善太宿界 欣喜交道 在黎凤身后 是太宿道庭的其余停住 还有太宿界各大宗门的宗主 宁成连忙上前一步 和黎凤等人建立 我不在的时候 多谢各位对太宿界付出心血 横嚷还没有找到 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办法 相信应该也能成 宁成不得不赶紧修复太宿界 他还急着要为穷华疗伤 甚至要去寻找仓位 然后出手相助 不将太宿界完善 把护界大阵布置起来 他就是走 也走得不安心 宁兄 我得到了横嚷 说话间 深云取出了一个愈合地给宁成 这就是横嚷 宁成惊喜地接过愈合 他完全没有想到 深云竟然得到了 他一直没有找到的横嚷 深云黑黑一笑 我之所以被人追杀 就是为了这点东西 宁成收起愈合 看着太宿界外面的虚空微微一笑 那个追杀的人 居然追杀到太宿界来了 走吧 我们出去看看 第1494章 巫族清仙子 宁成到了太宿界域外的虚空广场上之后 足足过了数个呼吸时间 一名身穿金袍的男子 才落了下来 金袍男子不但身材健硕 个头比一般人也高大了许多 宁成看见这金袍男子 第一想到的是盘氏的后人 这金袍男子显然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在 他的目光扫了一遍 然后很是警惕地 在宁成和孔仔身上 注留了好一会 最后才将目光定在了深云身上 他的语气也尽量放平缓地说道 你好歹 也是一个第三步道军 竟然抢夺的横嚷 还要不要脸 深云哼了一声 你的横嚷 那上面写了你的名字 当初我们说好了 一起去横嚷 既然是我得到了横嚷 你为何又要趁机抢夺 你 金袍男子顿时气节 周身道运波动 似乎又要动手 宁成感受到 这金袍男子周身的道运气息 心里微微移动 这种道运有些熟悉 似乎和玄黄无相道运类似 各位真的要凭借人多胜出吗 既然如此 你们一起上吧 哪怕人再多 我强香也是不惧 金袍男子怒声说道 说完周身的气势 更是凌厉无比 宁成恍然过来 原来这家伙 就是强香 是玄黄圣主玄黄孤燕 丢弃玄黄珠后的第一任主人 只是他没有通过 玄黄孤燕的考核 再次丢弃了玄黄珠 没想到这个家伙 到现在还活着 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强香道友不必恼火 这横嚷 既然是你和深云道友 共同发现的 要不两人一人一半如何 宁成的神识 早已查探过玉河中的恒嚷 就算是三分之一 也足够他修复太速解了 啊 强香一愣 虽然他怒气冲天 准备拼命一战 却也知道自己胜出的机会 极其渺茫 不要说 深云还有和深云 站在一起的那个 充满帝王气息强者 就是这个看起来 很寻常普通的年轻人 恐怕他就不是对手 他想不到这年轻人 还愿意给出一半 恒嚷给他 这种意外惊喜 他如何不愿 不等宁成说第二遍 他就赶紧抱拳说道 多谢这位道友 我愿意 宁成毫不犹豫地取出玉河 打开后 奋出一半恒嚷 丢给了强香 强香小心地收起恒嚷 这才对宁成抱拳说道 既然如此 拿强香告辞了 强香道友稍等 宁成再次叫住了强香 按照道理说 强香的确可以得到一半的恒嚷 宁成给强香恒嚷 可不是因为这个 而是想要询问强香一些事情 强香顿时露出警惕 语气沉着地问道 不知道道友还有何指教 宁成笑了笑说道 强香道友不必担忧 若是我要动手的话 早就动手了 强香诞声说道 就算是动手 我强香也不惧任何人 围攻还是单打独斗 我照样奉陪 宁成懒得去管强香这种傲然态度 不紧不慢地问道 强香道友肉身强大 气势惊人 恐怕就算是十大道君的肉身 也不过如此 可是你的神念却极为薄弱 甚至和肉身 还无法完美地契合起来 这严重限制了你的实力 若是你神念再提升一些 肉身能够和神念完全融合在一起 我相信 就算是十大道君的位置 你也可以竞争一下 不知道强香道友可否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宁成的话 强香脸色大变 周身的气势顿时减弱了许多 宁成能看出这些 显然实力远胜于他 就算是他打不过 恐怕也逃不出此人的手心 这个小小的介域 怎么会隐秘着 如此强大的高手 而且宁成说 十大道君的位置 他也可以竞争一下 这是深知十大道君的实力 是什么样的 如果不和十大道君之中一个交手 怎么能知道这些 和十大道君交手 他强香恐怕 也没有这个资格吧 别看宁成是和界境 强香的眼界和阅历 自然不会去看那表面上的境界 这东西 水分太多了 强香深深地吸了口气 语气中的傲然消失了许多 回答也谨慎了不少 甚至对宁成抱拳问道 强香还未请教道君尊称 宁成也是抱拳道 我叫宁成 现在是太速道庭的道君 见过宁道君 我之所以神念和肉身无法契合 神念若肉身强 是因为我最初只是修炼肉身 至于神念 是最近才修炼的 强香尽量缓和自己的语气说道 原来你是巫族出身 原来修炼的是巫族功法 宁成一听强香的话 就明白过来 只有修炼巫族功法 出身的人才会不修神念 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修神念 难怪强香能成为玄黄珠得主中 除去玄黄孤艳之外最强的人了 强香不修神念 估计在玄黄珠看来 就是从未修炼过 同时 宁成也明白了 强香修炼神念的功法 从哪里来的了 这绝对是玄黄珠中感悟而得到的 只有玄黄珠这种造化宝物 才有能力让巫族得到 可以修炼神念的办法 强香得到了巫族修炼神念的办法 肯定是将这个办法传回了巫族 难怪采集说 巫族现在可以修炼神念 原来是因为强香的缘故 强香通过玄黄珠 得到了巫族修炼神念的办法 那采集的那位老乡 难道也是因为造化宝物 才给了采集修炼神念的办法 宁成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圣道宗的宗主叶末 叶末拥有造化经验 自然也可以办到这件事 叶末从地球出来 采集也是地球的 可惜当时他没有想到 这一点没有多问一句 强香心里暗自钦佩 宁成心思的甚密 自己几句话之间 人家就知道他出自巫族 比起眼前这个人来 他强香似乎还差了许多 对宁成的话 强香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这是他巫族的秘密 宁成猜到是一回事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强香道友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神念修炼手段 是来自玄黄珠吧 你倒是有勇气 竟然在知道危险后 及时舍弃玄黄珠 得到了一面 宁成盯着强香 语气平淡说道 既然知道了 强香出自巫族 采集有可能是他老乡 他要在这里 给强香一点小小的警告 不要去动采集 你既然知道玄黄珠 强香瞪大了眼睛 盯着宁成 宁成手一张 一枚冲澈着 本源气息的珠子 出现在他的手心 玄黄珠 你竟然拥有玄黄珠 强香更是不敢相信地 盯着宁成手中的玄黄珠 他的心砰砰直跳 玄黄珠有多逆天 多强大 他最清楚 宁成从容收起玄黄珠 好意会强香眼里的贪婪和渴望 才渐渐消失 只是在他眼角深处 依然有一丝迫切 显然玄黄珠对他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太大 明道君 我当初并没有能脱离玄黄珠 若不是我在巫族 还残留一丝神念 这个世界 早已没有我强香这个人 强香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才平息了内心的强大渴望 宁成点点头 巫族是远古强族 拥有让强香恢复肉身和修为的宝物 也是正常 宁道君 你要小心玄黄孤燕 若是玄黄孤燕得知 玄黄珠在你手中 不对 玄黄孤燕肯定知道 玄黄珠在你手中 强香话还没有说完 宁成就白手说道 我就怕他不找来 找来了 我正好要和他算一下总账 强香道友 我倒是还有几个问题 要问一下你 听到宁成的话 强香道西凉气 宁成连玄黄圣主都不怕 听宁成的口气 他显然和玄黄圣主见过 而且还战斗过 和玄黄圣主战过 宁成还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 这要有多可怕 玄黄圣主在强香眼中 那就是一个噩梦 一个至尊无上的强者存在 宁成连这种强者也不怕 强香心里忽然生起了一个念头 他想要邀请宁成去巫族 然后帮助巫族重新屹立在宇宙之中 只有宁成这种强者 才有可能办到这种大事 以他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的经验 巫族缺少的是强大的朋友 心里有了求宁成的念头 强香的语气和动作 一下变得恭敬而客气起来 他对宁成功身毅力 宁道君请垂巡 强香知无不言 宁成不知道强香的心理活动 不过强香惧怕玄黄孤艳 他也能猜出一些 强香道友 你巫族也是一个大族 我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你知道西方宇宙从什么地方进入吗 宁成也是客气地询问道 西方宇宙 强香心里一惊 随即就抱拳说道 宁道君 我只是听说 西方宇宙有一个驱谱圣佛 道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具体的 我也不是很了解 宁道君如果想要更清楚地了解 可以去我巫族 我巫族祖地 必定知道这事 回答完后 强香略意犹豫 又补充了一句说道 宁道君神通惊人 自然无所畏惧 我建议道君 不要去惹西方宇宙的那些强者 他们的悼念和我们完全不同 而且实力强横 宁成点点头 多谢强香道友 我自然不会去惹他们 对了 我听我朋友说 巫族出了一个不下于五大圣主的 绝世天才女子 她是不是因为 修炼了你拿出来的神殿功法 强香脸上 顿时露出自豪的表情 你说的是青仙子吧 她紧紧借助了我巫族修炼功法 然后在巫族宝的得道 若是论实力 我远远不如她了 第1495章 太素妇 穷华醒 那青仙子不是出身巫族 宁成疑惑问道 如果出身巫族 肯定不会是借助巫族的功法 和修炼场所 但若不是出身巫族 凭什么能在巫族得到功法 强香宫景说道 因为我巫族祭祖后人继合一 被当年青连圣主的 座下童子禁固主 那女人心思歹毒 竟然让我巫族子弟 祭守通天柱 若不是那女人 被什么事情耽搁 没有及时返回洞府 让留在她洞府中的青仙子 发现了合一 恐怕合一依然 还在通天柱下被镇压着 你说的那个女人 是不是刑夕 凭成立即问道 强香点头 没错 那个恶毒的女人 正是刑夕 听说这个女人 夺取了青连圣主的传承 得到了造化青连 自好青连圣主 而且 她还不自量力地 去打通天柱的主意 若是通天柱被抽走 恐怕整个五星宇宙 都会坍塌掉 青仙子叫什么名字 凭成握紧了拳头 整个人都有些不对劲起来 她想到了于青 当年她从江沙城逃走的时候 于青正在江沙城 之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她一直没有机会 再去寻找于青 若是刑夕找到了江沙城 很有可能将于青带走 如果于青被刑夕带走 那青仙子很有可能是于青 她叫于青 只是被刑夕收来 做一个弟子而已 幸好青仙子和何一一起走了 否则的话 恐怕最后 也难以逃脱刑夕的魔手 强香也感受到了 凝成有些许的激动 她并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果然是于青 凝成心里大恨 当年居然没有在混乱虚空干掉刑夕 刑夕带走于青 很有可能是为了调她出来 同时凝成也明白了 为何于青在巫族修炼的会这么快乐 强香感悟的神念功法 和她传给于青的修炼功法 都是源自造化玄黄珠 再加上巫族的顶级资源 和于青的无上资质 能够进步飞速也不奇怪 凝成平息了一下自己内心的激动 抱拳说道 强香道友 我要修复完善太宿界 等完善了太宿界后 我想要去贵族拜访一下巫族 不知道道友可否等候一段时间 无论如何 她也要去再见一次渔青 加上她要打听西方宇宙的事情 现在必定要去巫族走一趟 明道君要修复一届 强香顿时露出极度的惊喜 太宿界她已经看见 这绝对是一个天地规则极高的位界 就是比巫族现在居住的地方 天地规则也要强一些 唯一的缺失 就是太宿界规则破碎不全 凝成能修复太宿界 可见其境界和道横有多强大 她巫族出身 就算是后来重修了神念 要论起修复一界 那就是痴人说梦 如今她可以看见 强者修复一个顶级界语 她岂能不高兴 这种机会 有时候一辈子也不一定能遇见 一旦遇见 那就是无上机缘 凝成慎重说道 没错 我的确是要修复太宿界 之前深云道友寻找横让 也是为了我修复太宿界准备的 强香急切地说道 我自然愿意等候 不知道宁道君可否允许我在一边旁观 他本来就要结交宁成 想要邀请宁成去巫族做客 就算是宁成不让他旁观 如何修复太宿界 他也会等候宁成 现在有这种机会 他哪里会错过 宁成一笑 我修复太宿界 任何人都可以旁观 走吧 我们回太宿 这个时候不但是强香 所有在太宿界的人都是欣喜万分 太宿道君要修复太宿界的消息 几乎是在几个呼吸之内 传遍了整个太宿 这一刻 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在自己的位置上 等候宁道君修复太宿界的到来 若兰 你将穷华解给我 宁成小心地从宁若兰手中 接过施穷华 穷华生机回来 想要苏醒 却需要漫长的岁月 这一次 他要借助修复太宿界的机会 让穷华和太宿 同时获得新生 当宁成独自站立在太宿界的虚空之时 整个太宿界都安静下来 无论是修士还是妖兽 都知道有史以来太宿界最大的事情 即将发生 只要太宿被修复 他们再也不用去寻觅天地规则 更加完善的地方去晋级 再也不用去虚空流浪 宁成缓缓松开抱着穷华的双手 施穷华就这样安静地悬浮在宁成的面前 定攘 誓攘 更攘 横攘 吸攘 五种混沌之土 被宁成取出 同样地悬浮在了宁成的深周 宁成一道道守绝打出去 道运缓缓从他深周扩散 无攘也开始慢慢溶解 此时宁成挥出一滴保留下来的五行神水 太宿界的整个虚空都开始轰鸣 此时无论是太宿虚 还是太宿语 甚至是太宿海的天地规则 都开始涌动起来 一道道新生的规则气息 被宁成挥出 然后迅速和无攘 一起融入了整个天地之间 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大手 和无穷无尽的天地道运 将那断裂不全的天地规则 揉合在一起 五行规则开始完善 修为强大一些的修士 都震撼地发现 明明残缺断裂的天地规则 突兀地在这一刻衔接起来 修为强大一些的修士 只能感受到 天地的规则更加清晰 他们感悟 那种大道更是容易 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受着 周围空间的变化 就连一些灵直 此时也都摇曳摆动 疯狂地 从这完善的天地规则之中 寻找生长的契机 但是 这仅仅是开始 在这天地规则清晰的瞬间 宁成周身道运更是浓郁 挥出的大道气息 更是磅礴宏大 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般 太宿界此时 在疯狂地成长着 杜璇古族的那一株年轮 忽然裂开 化为了无穷无尽的生机气息 融入整个太宿界的天地之间 宁成也挥出了七桥界书 七桥界书化成了 七道隐隐约约的拱桥 随即一条若有若无的通道 和拱桥连通 无穷无尽的阴魂气息疯狂涌来 沿着这七道拱桥 卷入那通道之间 在通道之后 几道想要抵抗这种规则坍塌的强大阴魂 在宁成的道运之下 直接化为积粉 消散得无影无踪 这坍塌声中 新的规则开始衍生 浩瀚的天地规则道运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就凝聚出新的七桥 英明界的规则开始成形 道运同样开始轰鸣 宁成手中道运气息 更是繁复强大 轮回通道在这一刻完全成形 英明界重新凝聚 所有的人都激动感受着 周围渐渐完善的天地规则 感受着更加清晰的大道感悟 甚至有人都在幻想着 太宿界天地规则完善后 他们将要闭关多少时间 就可以晋级了 太宿界即将被修复 受益的是整个太宿界 无论是人修 妖修 还是灵职 狸凤激动地浑身颤抖 尽管杜璇古族贡献出来了年轮 他一样地难以遏制自己内心的欣喜 他没有想到 这件事真的成了 当年宁成说出 修复太宿界 他只是想拼尽全力去帮助宁成 无论成不成 他都无怨无悔 就好像宁成说的那样 他如果没有完成 那就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只要不停地去努力 终究有一天 太宿界会被修复 现在他还活着 甚至已经跨入河道 而太宿界也在此时被修复 他再也不用将这件事 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黎凤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和狂喜 败倒在地 这一刻 他感谢的不仅仅是宁成 同样是那完善了的太宿界天地规则 还有那有生以来的愿望 和太宿界的希望 黎凤之后 一个又一个修道者 都败倒在地 就连太宿妖狱的妖兽 此时也都全部败倒在地 还有那无穷无尽的灵直 同样向着宁成所在的方向弯了下来 天地规则 和 宁成一声鹤 整个太宿界的天地 为之一轻 连绵的细雨从天空飘下 带着浓郁的天地融合神灵气 这是天地规则融合的灵雨 这几乎相当于混沌之气了 随着一人惊声叫出 所有的人都疯狂地吸收着 这种一介规则融合后的天地灵雨 宁成一挥手 这冲澈神灵气息的灵雨精华 落在了施琼华的身上 施琼华的生机气息越来越盛 仅仅一注相不到 施琼华就睁开了眼睛 他第一眼就看见了 在他身前的宁成 顿时泪流满面 只是 此时他修为禁师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冲到宁成怀中 宁成早已伸手搂过了施琼华 柔声说道 琼华 过去的都过去了 从今天开始 你不在乎之前的有任何瓜葛 施琼华甚至连一个字都无法说出来 只是激动地抱着宁成流泪 在他放弃斩断和宁成之间的情感之时 他的大道断裂 生机涅化 身体化为雕像 他就以为今生今世 再也没有和宁成见面的日子了 但就算是再来一次 他依然会这么做 若是不能想念宁成 活着又是为何 天道不弃 他终究还有和宁成相见的一天 他连大道都可以放弃 过去的修为算什么 那都是过眼云烟而已 他只要宁成 第1496章 传承 这一天 整个太宿界都在欢呼 宁成牵着施琼华的手 落在了玄黄宗的主峰 玄黄峰 太宿界完善后 他要立即重新布置太宿界的护接大阵 此刻玄黄宗和太宿道庭的大部分人 都来到了这里 黎峰更是抢在了前面激动地说道 道君 你做到了 你真的做到了 完善了我们太宿界 五太界除了太义受损极少 几乎没有被破坏天地规则之外 其余四界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现在唯独太宿界被修复 所有的人都清楚 这是宁成的功劳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大家齐心合力 才能让太宿界复原 一会我要重新布置太宿界的护接大阵 还需要各位鼎力相助 宁成抱拳说道 宁成没有矫情 这本来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从他提出修复太宿界开始 很多人都在为太宿界的恢复而努力 无论是寻找无壤 还是杜玄谷族贡献出了年轮术 宁道君请尽管吩咐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和我一样 渴望太宿界是一个修炼圣地 和洛圣宗宗主王化虫 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 当初宁成成为道君他 虽然没有说出来 心里是极度不满意 不过现在 他和宁成早已站在了两个层次之上 宁成修复太宿界 他此刻更是对宁成除了尊敬就是崇拜 有几个人能做到宁成这种地步 有几个人能在短短十数万年 站在宁成所在的高度 好 请所有精通阵法的道友 和我一起出去布置护界大阵 宁成说完 先行一步 跨出太宿界 施琼华知道 宁成是去完善太宿界 并没有跟过去 况且 他现在修为全无 也没有能力跟过去 琼华姐 你已经康复了 洛飞和若兰几乎同时急不过来 扶住了施琼华 琼华姐 洛飞姐 就在此时 燕妓从外面走了进来 语气有些吞吐 纪洛飞疑惑地问道 纪妹 什么事情 九转圣道池的施浅西前辈来了 她要见琼华姐 燕妓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 施琼华之所以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什么原因 燕妓一样知道的清清楚楚 宁若兰的脸色有些不好 只是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纪洛飞连忙说道 那我陪琼华姐 去见施前辈吧 施琼华微微一笑 不用 还是我自己去吧 说完 施琼华缓步走出了大殿 正如宁成说的 过去的早已过去 她已是时势转生 娘亲的恩情 她用自己的十条命偿还了 此刻她修为全无 九转圣道池 再和她无关 和她有关系的是夫君 还有夫君的一切 也许她只剩下最后一条命 这是她留下来 和夫君互相厮守的 绝对不会再拿出去 正九转圣道 哪怕是太宿界被宁成修复 太宿界的天地规则已经完善 此刻的太宿界 依然在轰鸣阵阵 没有人担心这种轰鸣 只要是在太宿界 大家都清楚 这是宁道君在 重新布置太宿界的护界大阵 当初宁成布置护界大阵 结合百万阵法师 历经多年才慢慢完善 而此时 宁成需要的 只是数人帮她呼应一下 她就可以掌控 整个太宿界的护界阵机 一到到阵旗 重新被宁成打入 所有在帮忙的人 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周围的空间规则的变化 这些规则悬傲无比 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些规则 可以肯定 若是不精通这个大阵 硬凭力量来轰这个大阵 也许再强大的力量 也无法轰开 宁成之所以能够布置出这种大阵 就是借助了混乱内界的那种坚韧 混乱内界的坚韧 恐怕十大道军联手 也轰不开 最后还是借助了造化不灭府 宁成相信 造化不灭府 不会嫌得蛋疼 来攻击太速界 当宁成取出一节材料 炼制出整个太速界的护戒阵兴之时 连孔仔和申云都惊叫出声 宁兄 难道这是开天铁母 申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 问出声来 没错 这就是开天铁母 宁成点点头 他现在用开天铁母 炼制整个太速界的护戒阵兴 就算是擒暮天来了 仓促之下 也无法破去太速界的护戒大阵 只要护戒大阵被人轰击 他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撕裂一切界域 回到太速界 孔仔和申云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申云更是说道 宁道君 你用开天铁母炼制护戒阵兴 申云的一丝宁成自然明白 在申云看来 整个太速界加起来 恐怕也没有这一节开天铁母珍贵 宁成平静说道 我的宗门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都在太速界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材料 会比太速界更为珍贵 这一节开天铁母就是追牛找到的 宁成取了其中的一半 来炼制太速界的护戒阵兴 就是为了要达到混乱内戒的那种坚韧 虽然布置起来后 还远不如混乱内戒 不过对一个介域来说 这足够了 申云攻身失礼 宁兄 申云受教了 我终于明白 为何第一次造化之门开启 我们几个只能在外围寻找机缘 而不能加入真正的争夺众了 原来是我们的格局太小 悼念限制太多 当宁成打入开天铁母炼制的阵兴 整个太速界周围虚空 都发出一阵阵的咔咔声响 随即一道道玄奥的气息 在太速界周围虚空环绕 大家都发现 在宁成合拢太速护戒大阵的同时 整个太速界都被一种强悍的规则完全包裹 以他们的神识 再也无法渗透分毫 太速界护戒大阵合拢的同时 宁成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太速界 太速界规则修复 护戒大阵完善 从今以后 各位出入太速必须凭借太速道庭的身份道福 祝各位道友 今后在太速界修炼会更上层楼 跨入更高的层次 多谢宁道君 谨记道君教会 无数的感谢从太速界的各个角落传出 每一个感谢的人都是一片诚心 宁成是真正的为太速界出力 甚至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可惜宁成修炼的不是因果道法 否则他会受到无数的因果愿力 宁道君 我们什么时候动山 在见识了宁成惊天动地的事手段后 强项对宁成愈发尊敬 同样更是渴望宁成早点去巫族 最好是能和巫族达成协议 帮助巫族回到宇宙中心 等我交代一些事情吧 尽管太速界已经修复 太速的护界大阵重新布置了 宁成还是很想带着洛飞几人一起走 只是太速界已经完善了 燕记和洛飞留在太速界修炼 肯定比跟在他身边奔波要更好 如果修为低一些 留在玄黄珠中修炼 比太速界修炼要好 但无论是燕记还是洛飞 就连若兰都跨入了第二步 这样的境界 留在天地规则完善后的太速界修炼 肯定比玄黄珠中强大太多 再说玄黄珠中 可没有各种各样的人道自然规则 至于他自己的剑 还没有完善 事实上就算是完善了 宁成也不打算让洛飞等人进去修炼 更何况太速界刚刚修复 最是适合修炼和感悟 可以肯定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 太速界将有无数的人进击 此时宁成要交代家事 众人很是自觉地没有跟随在一起 洛飞 姬妹 宁成的话还没说出来 姬洛飞就主动说道 夫君尽管去吧 太速界刚刚完善 我留在这里更好一些 哥 你还不知道 洛飞姐宝宝了 若兰抢在前面说道 宁成欣喜地搂过洛飞 修为越高 怀孕后 大到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 洛飞怀孕后 是怕她外出担心 这才没有告诉她 洛飞 谢谢你 给我留下传承 尽管洛飞在和她一起回太速界的时候 就说过要有一个孩子 现在宁成真正面对的时候 才知道 有传承和自己孤独奋斗 是何等的不同 夫君 你和琼华姐一起走吧 我留下来照顾洛飞姐 尽管洛飞现在根本就不需要照顾 燕妓还是决定留下来 她倒不是想要借助太速界刚刚修复 然后冲击更高的层次 而是想要将宁成所有的时间 都留给琼华姐 琼华姐修为禁师 自然需要大力照顾 施琼华忽然说道 夫君这次出去 有什么事情吗 宁成自然不会隐瞒 我除了要去巫族询问一下西方宇宙的情况外 还要见一个故人 除此之外 我要去帮助苍卫大哥助权 助樱花这个女人很狡诈 我怕苍卫大哥 在她手上吃亏 宁成有这个担忧 不是没有道理的 苍卫重伤在身 被助樱花追杀 虽然苍卫也是精明 助樱花的心机 实在是太厉害了一些 万一仓位在助樱花手中吃亏 那她就算是杀掉助樱花也晚了 夫君 无论是西方宇宙 还是那个助樱花 都不是寻常之辈 太宿界刚刚修复 最适合修炼 我现在修为禁师 留在这里 才是最好不过 我相信 夫君会很快回来 施琼华在拒绝了施浅西 重回九转圣道持后 心里的一切都是为宁成着想 他现在修为没有 跟在宁成身后 不但不能帮忙 还是累赘 留在刚刚修复的太宿界恢复修为 那才是最好不过 夫君当初不是说过吗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第1497章 前往巫族 宁道君 我这里 有去巫族的方位求 是我带路 还是 强乡一出太宿界护镇 就恭敬地向宁成说道 强乡的意思是 如果宁成带他走的话 那速度肯定会快上很多 至少他是邀请宁成做客 自然不能说 让宁成带他走路 施琼华和洛飞等人 还是留在了太宿界 太宿界天地规则刚刚修复 留在太宿界修炼 自然是最佳选择 更何况 太宿界的护戒大阵布置好了 护戒大阵的阵心 更是开天铁木炼制 再加上孔仔 深云 以及很快就回来的熬残 萧星熙 几个第三步强者互助 就是秦木天来了 短时间也不容易打开 由那个时间 他早已得到消息回来 退一步说 整个宇宙 又有几个和秦木天这样的狠人 也因为如此 宁成才放心地 让施琼华等人 留在太宿界修炼 他不是没有想过 在自己的界域和太宿界 建立一个通道 不过这个想法一提出来 就被施琼华否定了 尽管施琼华的修为禁师 但当初他只差一步 就要跨入第三步 他自然清楚 宁成现在的界域未稳固 建立自身界域和外界的虚空通道 不是一件好事 不但会让自己的界更加不稳 在横跨虚空传送的时候 还有很大的危险 强乡道友 去巫族不急 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宁成说道 道军要去那里 我也没有多少事情 愿意陪道军一起过去 强乡赶紧说道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将宁成这种强者 带回巫族做客 和宁成搞好关系 当初巫族 为什么被人像落水狗一般赶走 是巫族实力弱吗 绝对不是 当初巫族强者多如牛毛 就算是不休神念 也是整个浩瀚宇宙中 最强的种族之一 巫族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最重要的是 没有朋友 若是当初 巫族也有朋友相助 他巫族根本就不可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离开巫族闯荡过无数年后 强乡比巫族任何一个人 都明白这个道理 曾经巫族出身的人 是根本看不起这些修炼神念家伙的 而现在 巫族也开始修炼神念 我要去的地方叫黑水剑 去那里找一个人 宁成没有隐瞒 他和行兮之间 迟早有一场生死决战 他固然融合了鸿蒙道运 那行兮 想必也可以得到鸿蒙道运 然后融合 这之后 谁强谁弱 还不敢肯定 行兮的致命弱点就是 造化清廉还没有完善 他现在正好有空 自然乘此机会 要去将屈无剑手中的造化清廉连伴 收为己有 手中多一张牌 终究是好事情 宁道君 我听说过黑水剑 我陪你一起过去 强香不愧是在虚空中 见过世面之人 宁成一说黑水剑 他就明白过来 宁成寄出星空轮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上来走吧 等强香上了星空轮 星空轮划破虚空 直接从太宿界外围消失不见 当初宁成怕自己找不到黑水剑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太低 此时 宁成斩道造界 跨入第三步 然后有利用鸿蒙道运河界 实力早已站在了这一方宇宙的巅峰 黑水剑虽然隐蔽 他也不再需要消息息带路 以他的神识 直接穿过数个卫面界域 可以找到黑水剑移动的轨道痕迹 然后直接追过去就行 数天后 宁成和强香停了下来 在他们的面前 是一片黑雾翻滚的虚空空间 两人不过 等了一柱香不到 一个巨大的黑色星球 就迅速出现在他们的神识当中 强香站了起来 他准备跟着宁成一起进入黑水界 黑水界的黑水虽然剧毒 空间挤压也极为可怕 但以强香的修为 还真不会将这些放在眼中 当那巨大的黑色星球 从两人的面前迅速转走 宁成依然没有动的时候 强香有些疑惑地看着宁成问道 宁道君 刚才过去的 就是黑水星球啊 宁成点点头 语气有些凝重地说道 我知道 只是现在不用去了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巫族 好 我来指路 强香欣喜说道 对他来说来黑水界 只是陪宁成行事 宁成不想耽搁时间的话 那他更是没有任何意见 宁成的确是不想耽搁时间 他的神识落在黑水界星球之上 就知道屈无剑不在了 屈无剑身怀造化青莲残片 现在没有留在黑水界 最大的可能就是 行西找到了屈无剑 屈无剑的实力 宁成见过 算是很强了 要说和行西比 那还差得远 在行西融合鸿蒙道运和解之后 恐怕差得就更多了 从心底上来说 宁成是不希望屈无剑被行西找到的 若真是和他猜测的一样 行西找到了屈无剑 那就等于行西的造化青莲即将完善 造化青莲一旦完善 造化之门就要开启 如今造化之门之所以没有开启 也许是行西故意不去完善青莲 他在等候时机 将造化之门开启的时机 掌控在自己手中 最好是去屋剑找到了另外的办法 隐匿了造化青莲残片气息 然后离开了黑水界 宁成也知道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明道君 如果是我自己回来的话 至少要数年时间 当宁成带着强乡在短短一月 就来到了屋界之外的时候 强乡也忍不住说道 他肯定 如果宁成不是带着他的话 来到屋界的时间会更加短暂 事实也是如此 如果宁成不是带着强乡 他独自撕裂虚空 恐怕数日时间就能到达 若是从乌界离开回到太宿界 通过撕裂介于未免的办法 他用的时间会更少 强乡道友潜力惊人 只是刚刚修炼神念而已 将来强乡道友 必定也可以做到这样 宁成随意谦虚了一句 他的神识 就一直在观察乌界周围 乌界可以说是五行宇宙边缘了 再过去 都是毫无规则 和得黑暗虚空 这种地方不能修炼 就算是有一些星球 也都是无法生存的地方 难怪强乡迫切地 想要回到宇宙中心 巫族在这边原界域残喘 的确是极大的限制了发展 宁道君 我带你去乌地宫 见我巫界祖地 强乡说话间 已带着宁成 跨入了巫界界域 强 他是何人 宁成和强乡 刚刚跨入巫界 就有一人落在了两人面前 强乡连忙说道 宣平 这是太速界宁成道君 是我专程请来的客人 不可无礼 说完强乡 又向宁成介绍道 宁道君 宣平是我巫界祖地 坐下大将 因为不认识道君 所以说话有些冲 请道君见谅 将强乡对宁成如此尊敬 宣平顿时皱眉 强乡的骄傲 他是知道的 因为强乡是巫族 唯一出去见识过世面 而且参加过第一次造化之门 开启大战的巫族人 所以强乡骄傲 也有骄傲的资本 这个宁成道君是谁 太速界又是什么小地方 凭什么要让强乡如此尊敬 还要带到去见祖地 强乡 你这样直接带着陌生人 去江祖地 恐怕不合规矩 宣平并没有因为强乡的话 而让开路 甚至称呼强乡 也改成了全称 显然强乡对一个 如此年轻的家伙 客气有加 让他很是不满意 还有一点宁成的实力 让他有些忌惮 这种强者没有弄清楚来历之前 绝对不能去江祖地 强乡脸色一沉 宣平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 他请来宁成道君容易吗 宣大哥 强乡大哥 这位是谁 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第1498章 狭路相逢 合一 你来了正好 强乡看见过来的女子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几合一和他一样 都是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巫族子弟 别看修为现在还比不上宣平 他的见识可比比宣平高得多 忌合一来了 肯定是站在他这边 宁成听强乡说起过忌合一的事情 于清也是因为忌合一 才逃出了行西的洞府 现在听到强乡叫合一 当即就问道 强乡道友 他就是忌合一 被行西带去寄阵通天柱的 强乡赶紧应道 没错 他正是忌合一 我巫族祭祖后人 强乡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忌合一疑惑地看着强乡和宣平 又打量了一下宁成问道 问完这句话后 忌合一的脸色 也显得有些凝重 他和行西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能感受到宁成的实力非常强大 也许比强乡大哥还要强大 强乡大哥从什么地方 找来了这种强者 合一 强乡带一个陌生修道者 要去见祖地 被我拦住了 这根本就不符合规矩 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见祖地 那我巫族祭 岂不是成了低级方神 宣平半分面子 都没有被强乡 话语中 还是带着一丝怒气 忌合一微微皱眉 强乡大哥 这的确有些不大合规矩 强乡没想到 忌合一也是这样说 顿时气节说道 合一 你怎么也这样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巫族 躲在这样边角之处 最缺少除了发展潜力之外 还缺少朋友吗 宁成道君 是我请回来的朋友 对待朋友 不要这样怀疑 忌合一放缓自己的声音说道 强乡大哥 我知道你说的对 但是 你忘了当初的 来我巫界的两个人吗 他们来的时候也说 是我巫族的朋友 结果呢 强乡哼了一声说道 那叶子风一看就是奸华之徒 如何能和宁道君相比 我也去过宁道君的介遇 宁道君对我可是非常客气 现在我邀请宁道君 来我巫族做客 你们这样怀疑 真是太让人失望 让客人笑话 强乡怒火之下 这些话直接当着宁成的面 说了出来 宁成摆摆手 示意强乡不必生气 只是对几何一抱拳说道 和一道友 我听强乡道友说 当初你被刑袭暗算 然后去寄阵通天柱 不等宁成将话说完 几何一就说道 没错 我的确是被刑袭去取寄阵通天柱 不过不是暗算 而是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他轻松就将我带去了 宁成只好在问道 我听说 你出来是因为一个叫于清的女子 我想请问一下 于清现在在何处 你到底是要见祖地 还是要见于清 几何一本来对宁成 也只是有些警惕 在听到宁成提起于清的时候 他的神色就不再是警惕了 而是带着强烈的防备 宁成客气说道 我和于清是朋友 这次来主要是见于清 同时 我也很感谢强乡道友的热情 想要和巫族成为朋友 所以也想拜见一下巫族祖地 想让宁成成为巫族的朋友 主要是强乡的意思 宁成这样说 一个是表达了自己的友谊 第二个也通过婉转的方式达到目的 见到巫族祖地 几何一有些不满地看了强乡一眼 这才对宁成说道 宁道友 恐怕不能如你所愿 清妹现在正在闭关之中 她不会见任何人的 如果不是于清 既何一不要说还原自己的身体了 说不定 现在还被行锡锁住通天柱边上 寄阵通天柱 而且 她从于清的口中知道 于清根本就没有任何清人 能够达到宁成这种强大的实力 眼前这个宁道君来见于清 应该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听说了于清的美丽 然后仗着自己的实力 主动交好巫族 再收于清座双修道旅 宁成看向了强乡 如果不是强乡的话 她的神识 都直接贯穿巫族 所有的屏蔽神识禁止了 杀讯前来求见红道友 强乡刚想说话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在场的几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这个声音后 无论是宣平还是强乡 既何一脸上 都露出了慎重的表情 随即宣平对强乡说了一声 我去禀报祖殿 你去拦住此人 不用禀报了 此人的声音 恐怕整个乌界都听得见 祖帝自然知道 宁成没有说话 只是在想着 这个杀讯和在混乱内界 被他斩杀的胖和尚 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 在杀讯没有说话之前 宁成就知道 这家伙来了 还知道对方身上的 道运气息和胖和尚有些类似 宣平 强乡 你们和我一起 去见杀讯道友 随着声音落下来的 是一名极为苍老的老者 祖爷爷 既何一看见这老者连忙上前 老者对宁成点了点头 这才笑着对季何一说道 何一 这位道友远来是客 你带他去兵客店稍坐 是 季何一对这老者 不敢有半分懈怠 赶紧应道 强乡临走之前 还对宁成说道 宁道君 这位 是我巫族祭祖 我们去见见杀讯道友 一会就会回来 宁道友还请见谅 宁成笑了笑 不妨是 强乡道友请便 他能猜得出来 这个出生的杀讯 莱丽妃同一般 否则的话 他是强乡专门请来的客人 强乡不会丢下他不管 而去见那个杀讯 要知道 强乡可是明知道 他和玄黄圣主交过手 甚至身上还有玄黄珠的 这杀讯身上的气息 和胖和尚有类似 真的很有可能是西方宇宙来人 宁道友 请吧 几何一对宁成做了一个引导手势 与其平淡并没有多少热情 显然是因为祭祖的吩咐 才这样做 宁成也不在意 只是问道 那杀讯是什么人 几何一倒是没有隐瞒宁成 淡然说道 不知道 只知道他来自西方宇宙 现在 你可以说了 你到底找青妹 有什么事情 如果你打别的主意 请你尽早离开我巫族 我巫族虽然偏拘异 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欺负的 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 你只要将于卿叫来和我见一面 或者带我去见他 他自然会告诉你我是谁 以几何一这种态度 宁成知道 就算是再怎么解释 也是无用 季合一这次 甚至连话都懒得回宁成的 自顾在前面走 宁成无奈 巫族对于卿有恩 他总不能打进去吧 只能等强香回来 解释给强香听 半炙香后 季合一将宁成带到了一个宾客店 然后给宁成倒了一杯灵茶 就这样坐在一边盯着宁成 名义上是陪客 事实上是在监视 宁成也不着急 既然来了巫族 终究是可以见到于卿的 若是巫族最后真的阻挠他见于卿 他也只能来应的 又是一炷香过去 强香的消息还是没有 宁成站了起来 还没等他说什么 季合一一样站了起来 宁道友要走了吗 我送道友出去吧 宁成顿时皱眉 还没等他说话 又是一个清亮的声音传来 行息前来寻人 还请红道友出来相见 他看宁成的拳头握在了一起 发出一阵阵的道运声响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这个女人自动找上门来了 他根本就不用问 也知道行息来这里是为什么 百分之百是为了于卿 除此之外 还有要带走于卿威胁他的意思 果然季合一在听到行息的名字后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甚至是忘记了去阻拦宁成出去 清连圣主 我巫族祖地在巫地宫有请圣主 请圣主跟随我来 早已有一名巫族女子 出来躬身迎接 尽管行息抓了季合一纪阵通天柱 但是巫族依然不敢得罪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强了 强大到可以一个人抗衡整个巫族 行息脸色冰冷 他在青色连绊上 毫无表情地说道 既然如此 在前面带路吧 宁道友 你请等等 季合一终于反应了过来 赶紧叫住了已经走到门口的宁成 宁成停了下来 季合一是于卿救出来的没错 同样的于卿也是季合一救出来的 更何况 他现在还不想和巫族弄僵 如果季合一愿意带路 不用他自己闯入巫地宫 那是最好不过 你真的是青妹的朋友 出乎宁成预料的是 季合一询问了一句 和宁成想的毫不相干的话 宁成点点头 肯定地说道 没错 我真的是于卿的朋友 不信你可以带我去见于卿 我相信 走 我带你去见青妹 你快点跟我来 说完 季合一早已走出多远 别人不知道行息的厉害 他太清楚了 就算是他巫族第一强者阻地红 可能都不是行息的对手 现在行息来巫族 必定是要寻找他和于卿 眼前这个宁道君实力看起来不低 如果他真的认识青妹 就让他偷偷带着于卿逃出巫族再说 否则的话 巫族肯定会交出于卿来 一旦交出于卿 那于卿将生不如死 这才是季合一临时改变主意 要带宁成去将于卿的目的 第1499章 强势清连圣主 清连圣主请 行息还没有到屋帝宫门口 几组就亲自迎了出来 与其谦逊热情地说道 行息脚下的清连化成了一道清雾 环绕在身中 然后完全不在意地 抬脚跨入了屋帝宫中 祭族脸上表情没有半分波动 心里却是大喜 你行息就算是再强 这屋帝宫也不是随便进出的地方 清连圣主光临我屋族 实在是我屋族之幸 跟着这爽朗声音 迎接下来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乌发树间 周身气息凝实 整个人就好像一座巨大的山峰一般 给人一种沉稳气息 行息停了下来 目光在这中年男子身上扫了一下 这才淡淡说道 想必你就是屋族祖地红吧 果然名不虚传 中年男子哈哈一笑 我这点名头和清连圣主比起来 差得太远了 不值一提 行息冷笑 他岂能听不出来红的言外之意 红说的清连圣主 可不一定指的就是他 这话中带话 家枪带棒的 行息诞声说道 多谢红族看得起 我的这点实力 在屋帝宫中算不上什么 我可是听说 屋帝宫是屋族三大至宝之一呢 到时候还希望祖地不要隐瞒 给我展示一番才好 说完这句话 行息直接越过红族 走到了大殿的上手的座位边 就要坐下 祖地红和几组 在听到行息这句话后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们以为行息进入屋帝宫 等于被屋族抓住了弱点 没想到 人家根本就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而且毫不犹豫地走了进来 这是摆明了 不将屋帝宫放在眼中 屋帝宫中数名屋族强者 也都站了起来 一名胸口带着一串巨大念珠的和尚 看见行息进来 顿时是眼睛一亮 跟着站起来 特意走到行息面前抱拳说道 沙迅见过这位仙子 还为请教仙子尊姓大名 他来这里自然是为了于清 可他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看见 长相一点也不比于轻弱的女子 这个女人简直是完美品 若是将这个女人和于清都带回去 沙迅甚至在想着别人 对他羡慕的样子了 这一刻 他只想哈哈大笑 什么清廉圣主 清廉圣主他沙迅又不是没有见过 你是西方宇宙曲谱圣佛座下 若是一般的人 敢如此眼神地对他 行息早就一道清廉道盲轰了过去 但是西方宇宙的曲谱圣佛 他还不敢得罪 沙迅连忙说道 没错 我正是圣佛座下第四尊 行息点点头 原来是圣佛座下尊人 久仰了 说话间 行息一挥手 一道恐怖的道运压力 涌向了沙迅 沙迅正想在说话 就感觉到那种恐怖的气息 压制的他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仅仅是瞬息时间 行息已经走到座位前坐了下来 沙迅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女人太强大了 她肯定自己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 如果两人打起来 她铁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以她现在的实力 想要达到眼前这个女人的高度 那是太难了 这个女人之所以让她知难而退 怕的不是她沙迅 而是她背后的西方圣佛 想到这里 沙迅也只能脸色变换了几下 默然坐下 算了 有那个叫于清的女人 她也算是不需此行 这一幕发生的时间极短 但是能坐在这里的 都是巫族至尊强者 祖地红和祭祖 更是清晰地看见了 杀讯和行息之间的动作 都是嘴角抽搐 杀讯如此嚣张的家伙 在这个女人面前 也不敢废话 于清比她差得很远 祭祖有些颓废的传言给祖地红 巫族对于清 一直是后代有加 除了于清是继合一的救命恩人之外 最主要的是于清的实力 在于清跨入第三步后 他们一直以为于清就算是比起带走合一的行息 也不会弱多少 现在看来 他们过于一厢情愿了 于清和行息的实力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祖地红星里也是一尘 如果不能保住于清 那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保住合一 行息的实力 的确是远远超出了她的预估 难怪人家不惧无地功 清连圣主和杀讯尊人 都是我巫族尊贵的客人 巫族祖地红 瞬间改变了策略 行息这种强者不能得罪 至少现在还不能得罪 巫族刚刚开始修神念 只要给巫族时间 将来巫族终究可以走出 不逊色行息的强者 行息不等红将话说完 就抬手一挥 打断了祖地红的话 红道有 我来此处是要带走于清的 至于做客 等我见到于清后 自然好说 祖地红听到行息的话 心里暗怒的同时 也略微松了口气 行息只是说 要带走于清 并没有说 要带走合一 这说明 双方还有转环于地 若是行息要从巫族 带走即合一 那巫族无论如何 也不会同意 必定是一场大战 集族很清楚红的想法 行息如此强势 巫族正在实力上升的时候 和行息这种强者 为了一个外人火兵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不过 为了巫族的脸面 总不能行息说什么 他们马上就要做什么 不知道于清和圣主是 集族明知顾问 做出疑惑状态 大殿中巫族强者 听到集族的话 都是羞残愤怒地低下了头 行息将巫族子弟 带走祭阵通天柱 现在人家来了 巫族考虑的不是报仇 而是担心 人家再次带走即合一 还有什么 比这更加憋屈和羞辱的 行息知道集族的意思 他暂时也不想 和巫族弄僵 造化之门即将开启 他不想因为任何事情 有半点消耗 巫族的确不被他放在眼中 不过要将巫族灭掉他 肯定也要有一些损伤 更何况 西方宇宙佛主坐下的 第四尊杀训尊人在这里 还不知道 这人和巫族到底是何关系 那于清是我坐下弟子 因为和我有些误会 我这次出关后 想要将他带回去 行息语气平淡地说道 集族露出一个恍然的神色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自然是没有问题 宣平 你去将于清叫来吧 是 宣平当即就走了出去 强乡赶紧说道 祖帝 祭祖 于清世 祭祖自然知道 强乡要说什么 他一挥手 指住了强乡的话 强 不要干涉别人的家世 清廉圣主攻参造化 自然无需你多言 强乡似乎想到了什么 也没有再说 宁城和玄皇圣主的大战 他毕竟没有见到过 只是凭借他的猜测 和宁城说而已 再说 玄皇圣主的修为 还剩下多少 他也不知道 若是宁城远远不敌眼前的清廉圣主 他一心要帮助宁城 岂不是将巫族带入深渊 尽管强乡从内心深处 愿意交宁城这样一个朋友 可是在巫族城王之上 他还是站在巫族的 刚才清廉圣主一抬手 那种道运气势 就压住了杀训 这种实力 恐怕太速到军令城 也难以做到 清廉圣主 红道友 我这次来巫族道 也是为了拿于清而来 杀训就算是再不是行兮的对手 他也必须要说话了 否则的话 于清一来就被行兮带走 他还说个屁啊 你清廉圣主 我不能动你就算了 我现在要带走行兮 也做不到吗 我杀训是不如你 但我也是西方宇宙 座下的第四尊 听到杀训的话 祖地红河祭祖对视一眼 都是沉默下来 杀训和清廉圣主行兮闹起来 他们巴不得 行兮的目光落在杀训身上 语气缓慢地说道 你想要将我弟子带回去做卢顶 杀训咒没道 什么卢顶 我是真心爱慕于清仙子 想要和他结为道旅 互相扶持 我杀训好歹也是佛主座下第四尊 岂能行卢顶遗失 行兮并不恼怒 反而笑了笑 那倒是我错杀训道友了 于清是我的弟子 就算是你要和清二结为道旅 我这师父过问一下 也不为过吧 哪怕在世俗借结为夫妻 女方也要考察一下男方的境况 杀训疑惑地看着行兮 这清廉圣主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同意 我和于清结为道旅 否则的话 怎么会这么说话 当然不为过 还请清廉圣主成全 杀训瞬间就反应过来 行兮是真的有将于清 送给他做道旅的意思 行兮点点头 你要于清做道旅 也不是不可以 我也可以同意 你好歹 也是西方佛主座下第四尊 莫不成你想要空手 带走我的弟子不成 杀训大喜 清廉圣主这话 显然是同意他带走于清了 他连忙站了起来 对行兮抱拳 就要给出一系列的好处 就在此时 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 我于清的道法 和你清廉圣主行兮 没有半分瓜葛 你也没有教过我任何东西 我想要做谁的道旅 还轮不到别人来做主 哈哈 行兮哈哈一笑 于清 莫不是你以为自己 夸入第三步了 就可以将我踏在脚下 不将我放在眼中 今天我还偏要做主了 说完这句话 行兮看着杀训说道 杀训 你既然要我的弟子做道旅 那就看看你的本事 只要你能拿下他 你马上就可以和他 入房结为道旅 至于给我的聘礼 等你们成为道旅之后再说 杀训大喜 当即就说道 多谢清廉圣主 他自然看出来了 于清和清廉圣主 很是不对劲 根本就没有师徒之意 不过他完全不在意这些 他要的是于清做炉顶而已 第1500章 你说几遍了 于清盯着行兮 看都没有看走过来的杀训尊人 语气冰冷地说道 行兮 你用修道女子做花肥 比我见过最歹毒之人 还要歹毒 你将我带出江沙城 也只是要让我 帮你寄阵通天柱而已 如你这种不要脸恶毒的女人 也配谈师徒之意 行兮半点都没有气闹 依然平淡地说道 你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 我还打算让你也成为花肥的 你这样美丽的女人 种出来的花 肯定是娇艳无比 你说 如果我将你变成的花拿去 送给你那个男人 他会有什么表情 于清气的手都在颤抖 行兮却看了一眼杀训 杀训尊人 莫非看不上我的这个弟子 怎么到现在还不动手 杀训哈哈一笑 一仰手 胸口的念珠 就化为24道影子 这24道影子 隐隐组成了一个虚幻的念珠空间 同时口中说道 这个女人我杀训既然看中了 怎么会不动手 到了这个时候 他早已清楚 于清和行兮不但不是师徒 更是有大仇 于清握紧手中的轻剑 他很清楚 既然巫族将他带来这里 那就意味着 巫族不再管他的生死 他并不怪巫族 他的实力在巫族早已站在巅峰 他同样清楚 哪怕他跨入了第三步 比起行兮来 那差得太远太远 他于清就算是死了 也绝对不会去做一个和尚的炉顶 或者道旅 他心里只有一个人 为了那个人 他在时光荒域 留下十面兵必被冻死 那个人也为了他 再将沙城被火焰焚烧亡 既然他无能为力让他复生 再死一回 又当如何 你杀训算个屁 就算是曲谱圣佛来了 在我眼里 也只是一样 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 随即一名阑珊青年 走进了屋地宫 仅仅一道声音 道运气息 就将杀训那24枚佛珠 完全束缚住 再也前进不了分毫 宁道君 强香本来就站着的 此时看见宁城进来 他脸上有些不自然 宁城都说了 他和于青是朋友 而现在 他并没有帮助于青半点 宁城根本就不在意 他和强香 只是互相有所求而已 强香不算是他的朋友 他也谈不上失望 若是十三星 或者是太书时 这样的朋友在 哪怕明知必死 也会帮助于青 你还在 于青看见宁城的瞬间 激动的手都有些颤动 宁城一出现 他就知道宁城没死 那种气息改变不了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宁城走了过去 柔声说道 我没事 那一次虽然也算是轮回 不过却和普通的轮回有些不同 我只是 失去了修为而已 否则那区区反火 岂能奈何的了我 流浪 于青只是叫出了两个字 就再也说不出来 铺在了宁城的怀里 在他知道 宁城就是流浪者之后 他早已有了抉择 在那暮光之海中 是那个流浪者 背着他一步步地走出去 在无尽的流逝岁月中 是流浪者带着他跨过了黄昏 看见了美丽的晨曦 在裂开的冰川峡谷边缘 是那个流浪者 将他送到传送镇边缘 然后他自己落进了冰川之中 就是他轮回了 也是流浪者回来 将他从火堆中救出 代替他进入了那火堆中被烧死 为了他 他留下过十面兵壁 就是要记下一个陌生的流浪者 对他的好 为了他 他疯狂修炼 就是想要有一天 他能够再次救回那个流浪者 然后和他一起流浪浩瀚空 那个流浪者叫宁城 曾经他以为宁城早已陨落 他也不止一次地后悔 当宁城在将沙城找到他的时候 他还在怀疑他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 他在那个瑜伽的阁楼中 就要成为他的女人 如今再次看见他就站在眼前 他于青还有什么好遗憾的 他于青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他只怕不能永生永世 跟在流浪者身边 于青 宁城感受到了怀里于青 那澎湃和激动 感受到了那种 就算是马上去死 也再无遗憾的心情 他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流动 一个能为他这个陌生人 重返时光荒域 然后留下十面兵闭的女子 该有一颗什么样的唇心 你是何人 沙迅怒目盯着宁城 若不是宁城太强大 一来还没有动手 就用气势压制住了他的佛珠 他早已动手了 行习也站了起来 他并没有说话 一直在盯着宁城观察 此时沙迅询问 他才淡淡地说道 此人叫宁城 他一直觊予我这个弟子 没想到 今天追到这里来了 本来我想要将弟子 许给沙迅尊人 但是此人显然是想要破坏 我和曲谱佛主的友谊 行习 你好不要脸 沙迅的杀意 被于卿感受到 他这才想起 现在他和宁城都面临着什么 他和几何一一样 同样清楚行习的强大 这是一个强大到 让人绝望的女人 她刚刚跨入第三步的实力 远远不是行习的对手 我不要脸 总比一个女人大庭广众之下 抱着男人要求欢好 行习讥讽道 完全没有半分圣主的气度 宁城拍了拍于卿 示意于卿不要太过愤怒 这才看着行习说道 想必你应该 也炼化了那一道鸿蒙盗运吧 是不是觉得自己 炼化了鸿蒙盗运 跨入了河界 就敢在我面前嚣张了 当年我能将你拦腰斩断 现在一样可以做到 行习诞声说道 的确 当年我能将你追杀得无处可逃 不得不逃进家亮山 今天我也依然可以 将你追杀得无处可逃 哦 对了 你今天恐怕没有机会逃走了 这巫帝宫 现在你进入了乌地宫 还想走吗 行习的话语中 根本就不惧宁城 事实上他心里却没有料到 宁城炼化鸿蒙盗运 丝毫都不比他慢 本来行习以为 他用了十多万年 融合鸿蒙盗运 算是非常快了 之所以一融合鸿蒙盗运 就来到巫族 就是怕宁城 抢在他前面一步 结果怕什么 就有什么 宁城虽说没有 抢在他前面一步 也没有比他慢了多少 这个念头在行习脑海中 一闪而逝 就算是宁城也融合了鸿蒙盗运又如何 他行习在融合鸿蒙盗运的时候 得到大机缘 就不幸战不败区区一个宁城 巫族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 祖地红这才知道 于清背后还有这样一尊强者 如果他早知道 宁城有和行习对抗的实力 他巫族也不会网坐小人 将于清简单就交出来了 现在行习和宁城还未分胜负 哪怕行习说出他乌地宫的事情 要将他巫族拉下水 他也不会多半个字的废话 就连跟着宁城一起来的计合衣 也闭嘴不言 他知道宁城很强 没想到宁城强大到 能和行习对抗的地步 你叫宁城 我是西方宇宙佛主 坐下第四尊沙讯 沙讯在听到宁城和行习的对话后 加上切实感受到 宁城的实力远强于他 这才想要借助西方佛主 找回一点面子 宁城的目光从行习身上移走 落在了沙讯身上 忽然一步上前 抬手就拍了出去 西方佛主很了不起吗 啪 啪 啪 几道清晰无误的声音传来 每一声响落在众人的耳边 就好像锯锤轰在心脏中一般 惊心动魄 所有巫族的人都盯着宁城 这人疯了 竟然敢如此 山西方佛主坐下的第四尊的脸 这简直就是找死的节奏 哪怕是五大圣主联手 恐怕都不敢这么做吧 若不是忌惮西方宇宙的曲谱圣佛 行习岂能对沙讯如此可解 你就算是能和行习对抗 也没有资格去挑衅西方佛主曲谱圣佛 你 杀讯器的机遇疯狂 他什么时候被人如此欺凌过 二十四枚佛珠这一刻 就好像疯狂了一般 挣脱了宁城的气息压制 化成了二十四道佛光 轰向了宁城 宁城嘴角露出一丝讥笑 淡淡说道 总算是有点像样子了 不然的话 我会很失望的 说话间 宁城抬手一抓 一道冰寒的空间出现 将这二十四道佛光全部卷住 同一时间 宁城一脚踹了出去 这一脚直接踹在了杀讯的胸口 所有的人只能听见一种 凄惨的骨骼断裂 和肉身崩溃之声 杀讯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宁城 你不能杀我 我是佛主座下第四尊者 宁城哈哈一笑 你说几遍了 白痴 就算是曲谱圣佛 亲自来到我的面前 那又如何 我该杀的 还是会杀 说话间 宁城手一张 一道枪翼电射而出 直接将杀讯定在了 乌帝宫的一根巨大援柱之上 曲谱圣佛坐下又如何 他又不是第一次杀曲谱圣佛坐下弟子了 当初杀胖和尚的时候 宁城还感觉到 没有现在圆论 这才短短时间过去 宁城就清晰地感受到 他的境界 比刚刚和界的时候 稳固了太多 出手更是质简轻松 整个乌帝宫一片沉寂 宁城强势斩杀了杀讯 本来就是天大的事情 更让人惊惧的是 宁城杀杀讯 就好像杀一个蝼蚁一般 轻松简单 这种境界 就是行习 也不一定能办到吧